我顺情都可以保持心中那一份纯真 在心中发现一个童话的世界 然后每个大人都是重新发光的孩子 希望大家归来人少年 谢谢 所周知周深在被人夸奖的时候 大部分的情况下都是很害羞的 身为画牢的他平时画多的不行 只有在接受夸奖的时候 能让他的嘴消停会 当然周深在面对自家粉丝彩虹P时 就是另一种情况了 今天来盘点一下周深 夸样夸别人的名场面 如果说周深在接受采访时 周深是夸夸群主发言 那周深夸撒被您自知之明 应该算得上是周深夸人的最死名场面了 撒被您认识周深之后 最后悔的应该就是让周深夸自己吧 撒被您称别人夸自己 相貌是个讽刺 谁能想到周深会来一句 那我就夸您的自知之明吧 此言一出大家都要笑疯了 虽然被您差点当场昏厥 夸人还不忘怼人要被周深笑死了 不是那个意思 你还是夸你左手边的人吧 这位大哥 你还是夸他左手边的 你这叫隔山打牛是不是 喜欢别人夸你帅还是唱歌好听 大家都帅行好听啊 做问题要思考吗 这是我们这计划 他呸你 周深夸人的方式真的是五花八门 某节目杨老板在线分享经验 周深化身网友在线敲键盘 夸奖杨老板的场面真的好搞笑 周深嘴里不断地输出夸赞之词 手也没闲着 快速地用手敲键盘 周深的雨速快手速也不得不加快 真的好搞笑 周深花样夸人的名场面还有很多 再这样下去 怕不是可以出一部 论周深夸人的N种方式的连续剧了 你唱过大雨 从此海洋拥有了你 你唱过小鹿 从此森林记住了你 你唱过飞船 从此宇宙也聆听你 你唱万物 万物都借你的声音 对世界低语 你是万物 而万物都不是你 宝藏男孩可以算是把说话这门学问给整明白了 花样夸人简直就是大家的快乐源泉 照周深最近的这种模式经营来看 续集已经在赶来的路上了 周深除了音色绝美 唱功也顶级 业务能力太能打了 不论什么样的行业 能保持活力的只能是不可替代 如今狭窄的歌坛里 会唱歌唱得好已经不足为奇 但是唱得好又幽默还真诚的人真的少之又少 周深今年的热搜上了很多 但是有质量的词条真的是令人称赞的舞台 有的是随手一个沙雕操作 有的是一句话说到了很多人的心里 如果都是这样的热搜 那么娱乐圈的环境将会丰富有趣很多 拿最近的综艺offer局里 职场艰辛 女性立场 除为父母的话题引起了热议 渐渐觉得这是一个跟我们很相似的明星 更是一个温柔看待世界的少年 看到一群人把他当作团宠各种抱 感觉这个孩子性格真的是太好了 事实证明天赋加努力是会拥有无限可能的 而他也是真的对得起所有喜欢他的人对他的期待 声音应该说是美 美到天日让人心干颤的那种 除了音色绝美唱功也顶级 业务能力太能打了 很多人可能有那么一场深舞台就了不得了 而周深光今年就出了好多场 他在舞台上太耀眼了 这人太真实了 我就是没见过这么没有偶像包袱的艺人 不论是素颜参加节目 还是在那个小宿舍里参加歌手的录制 他都很坦然 还有就是超有礼貌 90度的鞠躬数都数不过来 头一次看见内鱼艺人那么多的鞠躬 业务能力能打又真是美好 优秀坚韧不拔 这么善良真诚又真实 感谢你对音乐的执着 让我们拥有这般绝妙动听的歌声 你的歌声温暖又治愈 这一世的宿命 注定怒火火伴不尽 就在夜影离别至极 尽情地燃烧自己